大家好 我现在是在坦克展台 坦克这次发布的新车 其中之一就是它台坦克500的i4G 就是它的轻混版本 这个车的外观和燃油车 它有什么大的区别 一共有两种外观造型 一个是商务版 一个是运动版 区别就在于一个是中网 还有一个是后备箱 运动版它是带一个外挂的备胎的 而商务版是没有备胎的 其他方面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这个燃油版是一致的 一个度尾的大中网 然后再加上它原车标配了一个电动的套版 打开门以后就会给它伸出来 这个都是原装配置的 整台车它的轴距是达到了2850毫米 非常的庞大 内饰也是直径奢华 我们上车去看一下 坦克500火动版 它的内饰也是直径的奢华 正前方是一个12.3英寸的全夜镜仪表 这边是一个14.6英寸的中控显示屏 方向盘和中控盘它的用量是无可挑剔的 代表使它的挡板非常的粗壮 非常适合运看又俊极奢华的人士来讲 甚至在它的中控仪表的正下方 还有一个10英的钟表 但是这个设计一千都是在豪华品牌车上面出现的 整个车坐姿非常的高 你可以看到除了两块显示屏外 上面还有个HUD的抬头显示 方便你读取新车信息 它坡500它的后排依旧保持得非常豪华且舒适 空间也非常的称属 你看我前面有三拳的距离 头顶差不多也是一拳 而且当你把中央的扶手放下以后 它就变成一台非常珍贵的四座车型 而且打开以后前面有两个杯架 中间还有一个显示屏 还有一个放置手机和杂物的储物空间 非常的到位 前方有两个空调的出风口 而且你可以单独控制后排的座椅通风 加热以及空调 设施是相当的豪华的前方 还能放一放包纸啊各种菜筋纸之类的东西 地台基本上是做到了成果 可以说起来挑起二郎 为什么 还记得之前说过它的两种外观的外观区别 其中之一就是运动版这个外挂式备胎 看上去非常的霸气 但是它会增加整体的长度 在倒车的时候要注意了 而且能不能来看一下它的后备箱空间 后备箱空间稍微有一点点麻烦的就是 它的地台因为放了电池包以后会比较高 但是整体的空间还是蛮大的 而且这里一长它的车门采用侧开门的设计 并且还有电信门 关上去不用费太大的力气 它能自己关闭 坎克500嗨斯G它的动力总存使用的是一台2.0D发动机 加上电机组成了这么一套混动系统 但是因为它定位的是轻混 所以说它的纯电续航里程并不会很高 是55公里 但是对于很多喜欢越野车来说 最烦恼的就是我要足够的收换 我要够大 够能越野 但是又想油耗越低越好 而这台混动版的坎克500嗨斯G 基本上能够解决大家的痛苦 不知道你会不会选择它 还有多种新能源的